大家好,我是五仔 這一節我講的是獨家的消息 我收到一個薇辣的員工 就來找五仔 前薇辣員工 都不可以這樣說薇辣員工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割了席 前薇辣員工 那又怎樣呢? 有很多網友擔心五仔這陣子 出來說話 然後怕被人尋仇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 那個like對我沒什麼用 但我想說 我都不在中港澳 我真是神龍見守不見美 如果你說被家聰見到 想來打我的話 我想我單手舉起他 不過你很久沒見過我是什麼樣子 我現在成為一個美國隊長 你真是不是開玩笑 家聰那些肥仔 我只是稱他為性無能 老實說 老實說 我講來講去 就是講家聰作為一個男人 不應該這樣做 我怎會輸給一個不是男人的男人 你只會騙蝦條 我單手舉起來表 今天講什麼呢? 五仔怕不怕被人恐嚇? 這是第一 因為有些人講得很盡 我真的收到一個員工 去找我 我認識的 我告訴你 這是最熟的 有些人說是否霍過 不是霍過 但我今天會講霍過 我一開始以為是家聰派他來 跟我說數 因為他一來貼了 我罵家聰 罵得很狠的那條片 罵得很狠的那條片 就是家聰回應我 說說一些是假的那條文 大家在猜測 猜測 這個我稍後告訴你 你猜不到 那個結局是出人意表 嚇死你 先講一下 我想回應 其實我想回應 問五仔怕不怕說這些 被人報仇 有些人又問大J 為什麼你還追殺他 他還要說 有些人說 大J去到日本 曾經幫過香港人 我不知道你是什麼 我講話 是講大道理 我看到他 並不是你看到那些 你看到他幫到很多香港人 我看到他 因為他本身訂閱的人數 那個年齡層極度低 因為他是打遊戲機 很多年輕人甚至不成熟 他那時候搞風搞雨 泛泛有他的粉 那些叫幫口 老實說 叫煽動 你說幫幫了什麼 就好像看《大丈夫》 天哥跟我們爭取了很多事情 雖然跟我們爭取了什麼 但也感謝你 但是我看到很多 是他的觀眾層的年齡 現在正在坐牢 他自己走了 然後拿了錢 你問我 和我有什麼深仇大恨 喂 我不知道你和我怎麼看那件事 我看到那些 不是你看到那些 所以有人說 你怕不怕大J哥尋仇 家聰尋仇 大J 那時候學打拳的時候 開直播說要打拳我 他好像忘記了他 到我心口那樣高 那些人真的很好笑 其實鍾培生應該找我和他打 那個不應該是張哲恆 我告訴你 但是我想我要 跟他說簽我生死狀 和吳大拳套 那說一下吧 你說怕不怕這些事情 沒有什麼怕不怕 就像韓鑫說的 他說你覺得這麼多年來 有沒有人打算冩我 但是 我們不說這些事情 你老實說你說家聰那些事情 哪裡是我搞到他這樣 他自己搞到他自己這樣 我說事實 你在這裡 左扭右扭 說些時間 你自己說些事情都是錯的 你猜我一個人說 我想說 我說說微辣員工和我說些什麼 是微辣前員工和我說些什麼 首先我以為 他是來恐嚇我 我一開始是這樣想的 我一開始是這樣想的 他說很久沒見到我了 很久沒見過我了 扭左扭右好像碎客一樣 你也不要介意我知道你在聽的 我不會開你的名字 然後我說你想談什麼 現在風頭火勢 他說是呀 傳承 然後下一句他說 喂 堅持呀 精神呀 我說什麼 他說 他說 他說原來 有我的WeChat 沒有我的Whatsapp 我一開始就想 喂 你認識我一會兒 你認識那幫人 認識了十年 十年 是不是 基本上我跟他 真真正正正 是對了兩天 真真正正正 兩天 你認識那幫人十年 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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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做朋友 這些事情是不能改變的 我跟他說 你認識那幫人這麼久 我說 有什麼在這裡說算 我免得我電話給他 之後 有人打來電話騷擾我 出來說兩句 去你咖啡店那些 我真是頂你個廢 是不是 我不想見你們 我說的又不是什麼秘密 我看的全部都是新聞 新聞我看到這樣 我就如實 照本宣科 加一點自己良知 作為一個男人 作為一個老闆 是不是這樣 我電話就沒有給他 然後 有什麼在這裡說 他說 他說 其實這些事情 就是 那個人 那個微辣員工 他說 內裡是怎樣 他說因為微辣裡面很多人 他說 我也知道不太多 他說 見到你最近的影片 微辣員工自己說 五仔 你說得相當好 完全體會到你是對事不對人 他說 我最怕你 有人走來攻擊你的時候 你會怯 我現在是想鼓勵你 叫你堅持說下去 不過也是那一句 他說 你能夠感受嗎 一定要繼續說 是真的 我呆一呆 我以為他來恐嚇我 你知道嗎 因為你認識他十年 認識這幫人十年 初代微辣 家聰是老闆 你說你前老闆 你說你前老闆 你那時候是老闆 別人認識你十年 認識了幾天 叫做 有一個交情 走來鼓勵我 鼓勵我 我竟然是這樣 竟然是這樣 你要明白 原來 連自己人看回這件事 都覺得很離譜 喂 我說的那些話 我不是針對你的 作為一個男人 是不應該這樣做的 好像霍哥 其實都說過這件事 你現在上網 找到一條片 有人找回 那些人 那些Youtuber都在賺錢 他們很勤力 很勤力 他們有刮刮料 那些人經常說 伍仔你咯 不勤力 像別人那樣刮料 我為什麼刮料 別人刮了出來 我看到 然後我講回我的感受 我跟網民沒什麼分別 我經常都說 那些留分給私家偵探做 我不是私家偵探 我不是私家偵探 那我發覺 在2021年9月的直播 有說過Filtr那件事 其實當年是很輕鬆的 Filtr好 搶job好 我有說過這些事 當年 跟阿貞樂仔那裡 我之前也有說過 不過那時候 我們不知道 阿貞有抑鬱症 我們不知道 很多事情 我們不知道家聰 原來跟我六毫子朋友 有辦法商量 不知道家聰 不分主義者 很多事情不知道 不知道 我們單獨去看一件事 就是你問我 好像生小朋友 各樣 我們不知道 但你知道我是不育主義者 地球都快 現在五十一度 你知道歐洲現在五十一度 過了十年之後 六十度你怎麼生存 你的地球是不能住人的 你這樣破壞地球 我經常覺得 越少人就越少苦難 所以我不生嬰兒 我有討論過這些問題 但很多事情我不知道 不知道 那時候說 他們也沒有滲出來說 沒有說過阿貞有抑鬱症 這件事是不同看法 現在還要搞到有人死了 阿貞的遺言 那裡你就看到 有些事情是不可以 你聽回霍哥 2021年9月的直播精華 基本上 很輕描淡寫 但這裡你已經看到 一個員工 霍哥當時是一個員工 他怎麼看六毫子這個老闆 為什麼 我的朋友 跟我認識了幾天 叫做熟 我不是說霍哥 霍哥也是我朋友 認識了幾天 為什麼要叫我堅持說這件事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自己人也支持你們 你不相信 有沒有搞錯 簡直是離譜 是幼稚的 這件事 霍哥當時說他們幼稚 好像中學生分手一樣 他只差在他還沒寫歌詞上網 但你要明白 阿貞第一份工作就入微辣做 她是小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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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事是盡責的員工 六毫子 原來是低能仔 那真是低能仔才拍到低能片 這是事實 你不是那個腦 你做不到那些事情 其實 他可以自嘲自己 像一個龜頭 真的這樣說 你都既然自嘲 你不要說 因為我說這句 然後你找人砍我 大哥你是一個傻子 你自認 你都可以 巨根地寫在我面上 真是上由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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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哥問過她 她說 不是吧 你跟別人這樣 你還搞這些事情 在網上 她說不是 她說是跟我以前的女朋友說 你騙人嗎 騙鬼嗎 你別這麼幼稚 這個老闆這樣 你說員工怎麼支持你 撐你 你們這些傻子不順 現在又是衝出來 說不是欺凌 你都是白癡的 這是很傻的 不斷製造公關災難 不成熟 所以 其實這些又是雙人劍 你不成熟 你的腦子想起來 傻傻傻傻傻 出來很好笑 但當你經營一間公司的時候 你是要有些認真 你不認真 會亂吐 現在自己人也不支持你 自己人也不支持你 自己人也不支持你 我不知道你想怎樣 當然你說這麼大盤生意 一定有利益在裡面 又說現在有一間 不知道什麼 B公司經營微辣的 我不知道你買了給誰 這些 這些 這些是很閒 等於 怎樣說 我不知道那個人 真的 我不想查你們這些事情 這些事情 不是我做的 你不是老闆 都是話事人 有什麼理由 這樣去管一間公司 沒有制度 亂來 整班都好像 中學生 結黨 形私為威威 但是你也沒理由欺負個女孩 那人第一份工作出來做 然後搞這些無聊的事情 好無聊 這段影片我講不完 我有一段影片我會講 我把阿晶挖回 給你們做完這些混蛋之後 網上的細菌 有幾顆腐爛 如何嚴爛他們的傷口 但是那刀是你們撕下去的 你以為沒有東西 好來好去不行 澳門真的太小 你們這些傢伙太悶 太悶 是太悶 加聰那個混蛋也是混蛋 為何混蛋呢 這個 這個我想 現在可以說一點 說一點 你說阿晶 老實說 你說對著前度有些報復 我本人我承認 我不是沒有做過這些事情 我做過的 但是我想說的分別就是什麼 那個前度比陸武我大 他對我不忠 OK 他對我不忠 那我就叫做活得比你好 這個很正常 大家都會做的 那個女兒 現在阿晶和家聰的關係 那個女兒 那個女兒又不是比陸武你大 你是搞大別人的肚子 又叫別人自己下肚子 然後非別人 說自己不分主義 自己追求別人 然後不知道做什麼 就是去欺負別人 沒有阻止這些事 明知道別人有抑鬱症 你明白分別在哪裡 如果別人負了你的 如果別人負了你的 你去報復式 算了 算了 這個叫做有來有往 不是 在霍哥口中 阿晶是一個做事很膠大的女孩 我們全部都聽到了 知道了 你是不負責任 混個別的女兒 別人大了肚子也不肯和別人結婚 你們在直播中 阿晶還是很天真地問 你將來會不會追回我 那些 這件事很可憐 你說他外面追了別人 走去 你找女兒去擊他 就說 不是 家聰是心理變態 是 你傷害人可以傷害到這樣的地步 但是別人是 我當你們工作有些誤會 有些爭吵 甚麼都好 一夜夫妻都 甚麼 都叫做 曾經是一起過 所以為何你說 有些微辣員工 有些好像霍哥那些 太頂你不忍順 做甚麼 整件事不合理 別人只有一個 你個個都叫網紅 個個都是網紅 最紅的人 阿晶算是甚麼 被人拘捕出來做藝人 出過鏡 不過叫做 都漂亮的女兒 這個女孩挺漂亮的 然後開始有些 有些名氣 但都哪裏及你們這班人 甚麼家聰 多姐那班 兩個男 我都不知道誰 姐姐妹妹 其實真的不太留意 還有那班兒子 我當阿誠是無辜 其餘那個人又說自己 不關事 解釋 那條片我又會再說 你說不關事嗎 我不殺阿晶阿晶 而因我而死 但就不關我事 你想推卸責任 我預了你 九九九千億純金 一告訴你 現在自己人都不幫你們 你想翻身 我覺得也沒甚麼可能 這是妄想 這些是妄想 不是別人踩死你 是你們自己弄死自己 為甚麼不可以不搞這些事 和你搞這些事 對你們的經營都無關 你不是 放在相片上網紅 你是拍片 按鈎紅 你是巨根 就是傻子 阿六號子 沒有你頭 就是一窩蜂這樣做這些事 然後跟阿霍哥問你 說不是 多人傻的嗎 阿霍哥那時候 沒有去到死人 那麽糟糕的時候 他很持平的說 這個直播 全都穿出來 阿霍哥都說 你經常都是這樣 他微辣些事 我自己都罵 偶爾都說兩句 他說他朝令夕改 作為一個老闆 怎可以這樣 然後方針走 就是這樣 其實他們算是這樣的 招令夕改 我見過一間公司 怎樣倒閉得很快 就是阿視那時候轉型 那時候無線有一班藝人 林敏龍 是的 唐敏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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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去拍火蝴蝶的時候 跟李彩華 又是招令夕改 拍一套 難怪他拍什麼 他說拍無限拍 拍到二十集 然後腰斬 兩個星期前 跟他說 永遠拍長拍 然後突然腰斬 人家沒有收視都要倒閉 你有收視都要倒閉 就是因為招令夕改 為什麼呢 那個話事人不得成熟 不成熟本身是好東西 你有童心 你的幻想力很厲害 創意力和幻想會嚇你一跳 但是你好像年輕人一樣 這班人都沒有同理心 別人 別人在裏面工作 其實也很辛苦 如果不是說 為何會有員工走來 叫我 加油 可以的 是的 你不要停 我覺得可以的 你說這些事情 這些事情 不是說想說什麼 數出來 有些人為何生同感受 他們是在職場被人欺凌 自己不開心 屈住一口氣 就是這些混蛋 在公司大大聲罵 紫桑馬懷 平時被人欺凌 聚眾欺凌 那些 激痛了別人的心心處 就像你拍片一樣 你拍片最厲害的 就是有一種共鳴感 想不到最大的共鳴感 就在這件事出現了 但是我現在覺得真的很淒涼 雖然不是很熟 但是我見過 一個女生 一個女生 身世都不太幸福 一開始 以阿飛龍的分析 你家人都是 好像說 不能回家住 還是怎樣 搬了出來住 唉 他想有個 男人就是有頭家 一個很少女的想法 你看他被人飛了 還在幻想 你將來會追求我 真的 發哥說 不要說發哥 那樣的 那樣的 是 以後大家都不知道 這樣 你老闆 是嗎 唉 唉 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再講其他 下次會插的 一些 因為下次那個 是 很心痛的 那個 topic 我們挖回阿貞 被人網絡欺凌 那些 那些加害者 和分析一下那個卡特 他說 他說 不關他事 真的 好笑 下次再講 下次再講 好笑 好笑 好笑